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 UI 今天是第22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弹出框 pop over 是这样 前几期我给您介绍了一个弹出框 叫做sheet 对吧 他其实还有他的一个兄弟 叫做pop over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 就一个弹出框 pop over for iPad 到上一期为止 我给您介绍了这些个编程技术 以及空间 是吧 既可以用于iPhone 也可以用于iPad 包括一些个watch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这个弹出框pop over呢 它其实更多的用于iPad 它的行为呢 和iPhone略有不同 今天呢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马上看代码 今天的代码呢 我也是给您准备了两个view 一个是pop view 一个呢 是主view 咱们呢 分别看一下 其实是这样啊 今天的代码的结构 以及逻辑呢 和我前几期给您讲解的sheet呢 都是完全的一样 仅仅是调用pop over这个空间的时候呢 稍有不同 以及画面显示的方式呢 也稍有不同 咱们就来看一下哦 好 咱们现在咱们的主要的地方 一上来 声明一个模板级的状态布尔形 叫做是否显示pop over 这没说了对吧 然后画面主要的内容区 有一个按钮 当这按钮点下时 会把这个模板级的变量设成true 对吧 然后呢 大家请看 这个按钮下面有一个pop over的方法 这pop over方法呢 有一个is presented 这么一个属性 咱们要把这个模板级状态 showpop over 以地址的方式传进去 它内部要做修改 对吧 OK 然后呢 咱们在这pop over里面 再写上 我要pop哪个view出来 大家想一下 咱们前两天学那个open sheet 对吧 是不是完全的一样 对 完全的一样 其实API的用法 也是几乎完全一样 仅仅是他们的行为不一样 为什么 大家请看这位置 还有个箭头边缘 就是说 如果您这个用过这个不多斯trap 您知道啊 里面也有这么一个pop over 这么一个空间 它当咱们这个鼠标 移到某一个按钮上 移到某一个对象上的时候 它会弹出一个小的提示框 对吧 pop over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它可以让咱们在这个地方设置 您以哪个方向弹出 对吧 但是它这个效果仅仅用于iPad 它在iPhone上的效果 和咱们的sheet是一样的 咱们马上运行 不过在运行之前 咱们先简单看一下pop view pop view和以前pop view的写法 也是几乎没有区别 有这么一个模板级的全局对象 然后当点击按钮 点击叉的时候 会把它关闭 这个其实和以前是完全一样 就是说我今天是教学模式 所以说我把所有的view类都考在一个文件里面 您如果在工作中 您要最好是把每个view 每个空间 每个widget 包括甚至每个结构体 都单独建一个文件 然后同类型文件 分别建组或文件夹 进行管理比较好 好 那咱们代码拷贝过来了 咱们按住这个command加B键编译一下 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那么怎么办 咱们 我是跟你这么说 这个它是运行在iPad上面的 对吧 但是我先在iPhone上 咱们运行看一下结果 好不好 OK Go 画面再拉小一点 它会弹出这么一个iPhone 咱们先看一下iPhone上 显示这段代码的结果是什么 正在运行 咱们大家稍微再等个两三秒钟 好 出来了 大家请看 这是一个画面 主画面的按钮 对吧 当我点击的时候 会打开这个pop over 那么咱们打开试一下 注意看 大家请看 这个效果和咱们前几天 做的一个sheet 是完全的一样 对不对 OK 那么同样的代码 我停掉 同样的代码 咱们在iPad上跑一下 再试试看 好吧 给咱们提供这么多iPad 咱们用iPad Air就算了 iPad Air这个size稍微小一点 但是咱一般个人读书来说 或者说想用它玩个游戏什么的 其实用iPad Pro 我感觉更好 好 咱们正在运行iPad Air 看一下 同样的代码 大家请看 同样的代码 咱们在iPad上再看一下效果 点击 大家请看 它是一个弹出框 相同于提示框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点击其他地方 是可以把它关闭的 这个和咱的boot strap 这个pop over 2的chip 2的chip 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效果 看到吗 没有问题吧 当然咱们可以点击X 把它关掉 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这就是pop over的简单的区别 和sheet的区别 那么有朋友说了 原来如此 这个pop over在iPad上 显示的是一个小的提示框 然后同样的代码 在iPhone上显示的是一个 和Open sheet的显示结果 那么Open sheet 它在iPad上面显示 是个什么样子呢 你上期做视频 小马你可没给我们看 好 那既然话说到这了 今天咱们就直接把sheet的代码 放到咱们的iPad上 看一下效果 好不好 OK 咱们试试 我给您讲 Open sheet的时候 应该是第27 这种代码对吧 OK 就这个代码 我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这个sheet的代码 咱们拷贝到这 替换所有的内容 然后咱们把这个sheet的代码 咱们直接在iPad上跑 看结果 好不好 这是大家想要的目的 对不对 都考对了吧 然后编译一下 不报错 然后咱们 和梦德加二键运行起来 Over的效果 咱们刚才已经看到 现在咱们看sheet的效果 好 出来了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这个呢 是弹出一个前端的窗体 然后让用户输入信息 输入这个手机认识信息 确认一些个这个内容 甚至包括形式广告 在这个地方进行完成 它的行为和刚才的Pullover 是不是不一样呢 OK 这是今天要给您实现的所有的内容了 好吧 把这sheet的那个sheet关掉 OK 今天呢 给您演示一下 在这个iPad上面 非常独特的一个Pullover的使用方法 这是个小技巧 您呢 应该要知道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就下载自己参照运行一下吧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